縣府社會住宅有國產署 無常撥用土地 坐落在中華路111巷內 鄰近仁愛國小 縣府持之1億千萬元興建 46付只租不受 租約兩年尾一期 租付最長可租6年 希望提供台東民眾以低價租屋 有一些特別的政策能照顧到 台東在經濟上面比較稍微弱勢的 他可能還沒有能力 用市場的價格來購屋或者租屋 這樣的台東的鄉親 過期幾年 台東觀光產業蓬勃發展 相對帶動經濟提升 房地產價格也跟著提高 造成經濟較為不佳的民眾 不一定有能力以市場價 購屋或租屋 推出這項方案 來幫助有需要的民眾 在我們原住民族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到目前為止 住的地方都沒有 那今天能夠推出這個方案 那對這些弱勢團體 應該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台東縣政府社會處指出 登記條件必須是每家父親屬 關係三人以上 收入平均個人後 要低以政府公告 當年年度最低生活費的三倍 沒有自由住宅 另外一定要涉及台東縣 而且有在此工作證明 另外在史前文化博物館旁 規劃新建三百戶的平價幸福住宅 將在今日動工 藉此下文 Niktation 台東市採訪報導 中文化博物館旁 中文化博物館旁